台湾一名51岁张姓男子离婚之后 在酒店认识小他20岁的灵性女子 两个人抬起了恋爱妇女恋 她每个月给对方10万块钱生活费 还买了百万轿车给女友 没想到却是桃花节 这名男子上个月失踪 被警方找到已经成了无名服尸 认定灵性女子涉嫌重大 地检署涉亚获准 这名女子坦诚 出了起争执 同行的友人殴打男子 把人给杀害起时 不知道是气死还是自杀 警消人员在河边打捞 找到一具男子遗体 很重要 好了 好了 他绑了两块石头 男子身上绑着绳子和石头 需要三名消防人员才能搬运的洞 没想到这起无名失明案 竟然疑似和情杀有关 留着一头长发有双大眼睛 外型靓丽的灵性女子 今年30岁被逮捕时 什么都不愿多说 死者朋友指控 好兄弟去年在台北酒店 认识一名小姐 包养她每个月至少10万元起跳 同居到9月11号 6名男子闯进我兄弟的租屋处 说不允许他们交往 离开前还带走兄弟新买的B&W 上个月15号死者下路港 从此失去联系 没想到11月1号 已经成了一具冰冷遗体 原来10月29号 警方在彰化浦岩的东罗西边 打捞到死者遗体 确认是51岁张姓男子 朋友还控诉 嫌犯甚至拿死者的体宽卡领钱 警方指出 女子探陈和男友初幼时 起了口角 朋友挺身而出 把人杀害气失 警方依杀人罪移送 递检署生涯获准 身婚男以为遇到真爱 相差20岁的恋情 最后却断送性命 令人不胜唏嘘 记者陈盛伟 韩志欣 王百英 张话采访报导 好 专主委拿三倍券 混当成了假冒五倍券来用 这是基隆的一间 起名市场按摩中心 收到面有两百块钱 但是过且三倍券 疑似民众因为觉得 市场按摩时 没办法辨别 真假虽恶意的欺骗 不过按摩店认为 客人应该是无心的 不再追究 但是未来如果再收到 也会请人员来再次的确认 那现在呢 在原警部分也联系了业者 调查监视器 要来调查使用人的身份 跟厘清动机 如果不法 还是得要侦办 好 再来看到诈骗不断 同有女子接到说是刑警的电话 说她的肩膀卡被盗用了 要缴交医药费 还要10万块钱现金 另外在花莲 87岁的老先生 到农会药厅领52万元 然后不听劝 当场呢原警还有行员 不断地劝说她 最后她在学校年头 伯伯 一定要清楚 因为这里是你的养老钱 不要随便乱给人 有职人员在柜台苦苦劝说 要老翁想清楚再提钱 原警也在一旁 不停跟老翁确认 但老翁相当坚持 我们是怕你那个钱 那么多带在身上 对不对 87岁的阳姓老翁 日前接到诈骗集团电话 依照对方指示到农会解除定存 并提领现金52万元 行员惊绝老翁可能受骗 立刻报警 警方到场时 老翁坚持现金 是要拿来支付家人的医药费 及贷款 但是原警打给家属确认时 电话却迟迟没有接通 眼前原警甚至发现 老翁拨打的电话 早已被通报是诈骗集团 在众人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终于顺利说服老翁保住养老金 而在桃园也发生一起诈骗事件 这名阳性女子在银行转账 时辰汇款人为警方 行员查局有意立刻报警 原警到场后 女子解释自己接到健保局来电 表示她的健保卡遭到用需缴交医疗费 电话接着转给一名自称刑警之人 向女子索要10万元现金 女子相当紧张 立刻到银行汇款 被警方拦下才知道自己受骗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警方呼吁民众若是接到 类似要求汇款的电话或是讯息 要多查证以免落入诈骗圈套 志尔刘志胆 刘吉娇 谢树 桃园话链报道 桃园归山有超商店员 第一天上班大胆行窃 偷走高达6万块钱的现金 但整个过程都被拍了下来 超商店员先是调整了一下裤子 接着四处张网观察环境 确定四驾无人 蹲下把手伸进收银台下方的柜子 拿出一小包物品塞进口袋 店员手法熟练以为偷窃计划万无一失 却没注意到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被监视器记录了下来 这几切案发生在桃园归山 超商店长在结算现金时 发现竟然少了6万元 调约店内监视器后发现 这位第一天上班的20岁新人店员 趁着店里没人瞧瞧摸走 巨额现金后人间蒸发 店长随即通报警察 超商店员侵占店内现金6万元 经店长发现现金短少 调约监视器画面查出 店长把偷窃影片po上网 半调侃地表示 难道不知道柜台有监视器吗 网友也纷纷踏罚说 人生就值6万 履历都是假的吧 但也有网友质疑店家 怎么敢让新人自己再收银台 收银台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女店员年纪轻轻 却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 现在不但丢了工作 还因此吃上官司得不偿失 记得刘志展张诚人桃园报导 童调价��价格 爹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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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